门啦 身为尔迪欧科医师的我 最大的愿望 就是可以让每一个我的病人 恢复健康 在我的工作中 需要为新生儿做听力筛减 在这些小宝宝生命刚起步的时刻 我总会希望 帮助每一个小孩子 都变得健康活泼 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例 是新生儿娜娜 一开始跟娜娜父母说明 娜娜有先天听障的问题 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 不可能 你们搞错了 医生这个警察有问题 医生我的小孩 不可能听力有问题啊 医生 检查医可能有错吧 对不对 对于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 却发现 小孩有先天的障碍 这绝对是很难以接受的 我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也被筛检出 有先天的听障 当时我跟我太太 真的是非常担心 虽然最终检查 是没有听障的问题 但也让我更了解家属 害怕的心理 我更觉得 将心比心的设想 对方的处境 倾听他们的需要 来做适当的协助 对后续治疗 才更有帮助 你好 娜娜妈妈 娜娜妈妈 我是杨医师 今天有牌复诊 怎么没有来呢 今天小朋友还好吗 现在是小朋友 治疗的黄金关键期哦 建议每次的复诊都要来 喂 喂 光是想要如何改变 娜娜的妈妈心态 真的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与她做沟通 现在回头一看 每一次的坚持 都是值得的 娜娜现在读中班了 虽然天生有听觉障碍 但是在生活跟学习上 几乎没有影响 我看她跟其他的孩子 一样的开心成长 我真的很安慰 当初要不是杨中汉医师 不放弃一直听我说 跟我沟通 才解开我的恐惧 让娜娜在最重要的关键期 就能接受治疗 不然我无法想象 现在的我会有多自责 谢谢杨医师 谢谢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每一步 不只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更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